我们先来关心 大家刚刚应该在下午3点15分的时候 哇 这个吓到了 因为国防部在刚刚下午3点15分 发出了国家级的警报 指出中国大陆发射的卫星 飞越了台湾南部的上空 提醒民众要注意 一度造成了恐慌 而大陆央视下午第一时间 也已经发出发射卫星的及时影片 好 来关心咯 这是透过画面 您可以看到火箭顺利的发射升空 大陆央视也发出了快讯 指出求号下午3点03分 这是从四川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的使用长征二号禀运载火箭 将一枚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发射升空 报道当中说卫星已经顺利进入预定的一个轨道 而且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第506次飞行 央视第一时间就公布了发射卫星的及时画面 相关发射卫星的讯息也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让台湾发出国家级防空警报的 这枚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究竟是什么功用呢 大陆科学家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明 但您关心 爱因斯坦探针 它可以捕捉宇宙中突然出现的一种爆发的现象 或者是天体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活动 这种在宇宙中忽然出现持续一段时间 转瞬即逝的这种天体 我们也称为战线源 根据有央视报道爱因斯坦探针卫星 使国际上头所持大规模运用 这龙虾眼围孔镇力聚焦长相的一个技术 灵敏度以及空间的解析度可以提升10倍 以便更精准捕捉遥远宇宙当中未知的 比方像是黑洞等等天文现象 而这项计划欧洲太空总署也有参加 所有集到的10%数据将交给欧洲太空总署来做分析 欧国公布就在今天下午的3点14分左右 突然连续的发布了国家节的警报 针对了中共在3点04分所发射的卫星 飞越了台湾南部上空来做一个示警 当时人在高雄助选总统蔡英文 也因为警报声让她谈话被迫中顿 不过她面带微笑安抚现场民众说 那是卫星并不是飞顿 说有总统在也不用怕 每天固定要做8个小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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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情 總之要跟你在一起 這個就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在發生什麼事情 美主社會就是要公開通 有什麼事情大家都知道 大家注意一下 其他的事情 政府會來做適當的處理 大家要緊張 說到總統 總統在這裡 保護大家安全 大家要緊張 和同地大家一起做 那個衛星不是飛到台灣的衛星 好 謝謝 謝謝 來 我拍照光了 好 不過這真的是讓大家嚇壞了 台中市長盧秀燕則說 各國的衛星飛越各地上空狀況 情況其實相當多 國防部必須要設立發布警報的一個標準 以免濫用警報形成放羊的小孩 反而對國家的安全不利 全世界各國的衛星 飛越世界各地的上空其實很多 那如果說國家的警報就這樣一直發的話 那會不會警報亂發 那放羊的孩子放多了 那一旦真正有危險的時候 民眾反而沒有辦法分辨 那這樣的話可能會造成為國家安全的不利 不過呢 因為也不只是地方政府或者當地的民眾有這樣的疑問 那現在我知道有很多的媒體也還在查證 那中央也一再開始在釐清跟解釋 向國防部查詢 為什麼要發衛星也要發警報 那另外呢 如果發飛彈的話 那它的警報跟會發衛星有什麼不一樣 那它的輕重緩急是什麼 這次選舉很緊繃 那所以有些人就認為 是不是國防部在戒選啊 那我想這個國防部自己也要對外說清楚 因為過去呢 台灣曾經有中國的飛彈飛越上空 但是國防部沒有在第一時間發布 那這次呢 來了個衛星 倒是發布了 所以第一個 國家或國防部的標準是什麼 那第二個呢 那如果是當國家的標準 那沒有一次發飛彈你反而沒有發警報 那發衛星的你反而發警報了 國防部跟中央必須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真的是尷尬了 衛星發了警報 飛彈飛過去反而沒發警報 我們的國家警報到底在警報什麼 那國防部下午多次對民間出 這樣子釋出國家級的警報 釋警中共的衛星火箭通過台灣南部的上空 訊息英文版還把衛星目標 用飛彈來發出 並不是衛星喔 是用飛彈的英文 國防部也向國人道歉了 那時事評論員黃耀明就說 如果真的假設真的是飛彈 那不知道是對民進黨有利還是不利呢 勇敢的台灣人要站起來了嗎 陳建仁同時間在立院背巡 還第一時間也說成了是飛彈 應該要向國人來道歉 黃耀明呢再度的質疑國防部 為什麼在選前 而且第一次發布國家級的警報 如果真的是飛彈的話 那這個選票我不知道是對綠營有利 還是對綠營不利喔 如果真的是飛彈 真的是勇敢的台灣人要站起來了嗎 我必須講啦 這個拿衛星來做文章喔 那陳建仁他最喜歡講說 這個質疑政府都是假消息 他現在自己在國會 重點喔他是在國會裡面 答詢他講飛彈的話 這是非常嚴重的失言喔 這表示他不清楚狀況 顯然是 這表示他不清楚狀況 如果他講了飛彈 他在國會的答詢講飛彈 我們講再也講立委 如果這個會議還在開的話 必須要立刻澄清道歉 衛星發射都是要公告的啦 如果台灣有衛星證能能夠發射的話 我們也要公告給周邊的國海域 那個都要公告的啦 所以這個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重點就是為什麼要拿這個來發 國家急警報 如果這個東西他有零件會掉下來 當然你可以預告 那如果今天是一個常態 比如說他有一個基準 每一次發射只要經過我們的外海 我們就要公告的話 這我覺得大家沒有意見 可是這是第一次 重點是這是第一次 為什麼在選前這個時間點 發布國家急警報 然後呢現在開始做一條龍的 這個這個所謂的製造 好像老公要打來那種感覺 我是不知道 我還是要強調製造這種效應 我不知道對誰的選情有利 好這回英文寫的是MISO 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說 這不是中共界選 而是民進黨國家機器界選 恐嚇台灣選民他認為非常不好 他說連當時裴洛西來台灣的時候 大陸確實有發射了飛彈 而且也經過是北部 台灣北部的上空 國防部都沒有發布警報 現在呢衛星居然發了警報 這根本是雙標 中國方面發布新聞是說 他們是用一個火箭 搭載衛星 一定是打到外台空去的 而且是經過我們的西南空域 並不像開始講的說 是飛彈經過台灣南部上空 這完全不同的 甚至行政院長陳建仁 在立法院第一時間也說 是飛彈經過台灣上空 飛彈的話這個挑戰性就很高 但是火箭沒有什麼攻擊性 搭載衛星他們是 不管是他的氣象探測 不管怎麼樣 那他也是常態性在做 所以我覺得 國防部在一開始 就發布這樣的訊息 嚇台灣的選民 而且選舉只剩下30天了 我覺得有時候借選 不是老共借選 是我們自己民進黨的借選 有這樣的嚴重的嫌疑 我覺得不好 很多事情把它搞清楚 上次佩洛西來的時候 老共是真的發射飛彈 然後經過北部上空 我們政府都不發布警告 後來問他說 為什麼不發布警告呢 是別的國家 日本怎麼發布 他說因為在外太空 對台灣安全沒有影響 所以不發布 那怎麼會有這樣的 不同的標準呢 你國防部發布警訊 或是民進黨政府發布警訊 還有一條SOP 什麼樣的狀況應該發布 什麼樣的狀況不發布 怎麼可以這樣胡亂 沒有標準 等於是前後不一 這很不好 那會不會擔心 這樣會影響選情 我覺得還好啦 講清楚就好了 我想他們是想影響選情 民進黨是想影響選情 但是 我剛剛已經看到 立委也好 軍事記者 都在問國防部了 所以你這什麼意思 對不對 你只能是故意這個 故意嚇人 故意 明明沒有的事 搞清楚 飛彈跟衛星是差很遠的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好不好 那有網友開玩笑說 中共這樣是助選還是戒選 會不會就是幫民進黨 拉台的選擇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 用發射飛彈 我覺得是不好 當然不是 我真的覺得 只剩下三四天了 我是再一次跟老共喊話了 你的飛機也不要過中線 你的船也不要來繞台 氣球最好也不要來 讓我們台灣 有一個平和選舉的環境 兩岸有一個和平的氣氛 看起來這個緊急的事件 SOP根本沒定好 行政院長沒有被通知 第一時間還口誤 國防部在今天下午 這樣子突然連發三次 還不是一次 三次的國家級的警報 大家的手機應該都大響 針對中共在下午三點 零四分發射的是衛星 飛越了台灣南部上空市井 六位候選員張思耕他表示說 國防部不可能當下才知道 大陸方面一定有先預告 顯然這是設計好的一個手凳 過去發射過這麼多 衛星都沒有收到國家級的警報 是不是故意在選前 想要塑造兩岸緊張的氛圍 全島一命要挺民進黨呢 這個中國大陸要發射衛星 其實國防部之前早就知道了 不可能今天中午看來 央視的總台報導才知道 發射衛星 趕快寫個新聞稿 OK 那衰險就是一個設計好的手段 這麼多次發射衛星 然後呢 這卻沒有一次 空行警報的方式來警告大家 而且衛星在大氣層以外 過去民進黨說大氣層以外的上空 基本上不屬於任何一股的領空 過去有這樣講法 那時候為什麼會講這句話呢 因為質疑他飛彈飛越台灣北部上空 怎麼台灣的朋友呢 沒有收到任何的警報 國家級的警報 是我們的雷達失靈呢 還是隱瞞消息呢 最後還是由日本的防衛省 來通知這樣的訊息 所以真正飛彈在我們上空的時候 民進黨裝作不知道 因為這可能真的對台灣的民進士氣 會有所影響 當中國大陸呢 一如往常的去發射一個 例行性的衛星的時候 警報大響 因為這是選前三天 想要利用這種方式呢 塑造兩岸的氛圍 塑造這種芒果乾 塑造這個 中國真的要打台灣了 如果剛才講嘛 如果外國人他看不懂中文的 如果這個時候 有外國的記者 在台灣採訪大選的 看到這個防空警報的話 他前面防空警報 後面是MISO 就覺得 中國大陸是不是真的要打飛彈來 用這種打飛彈來的方式 塑造台灣全島 面臨到中國大陸 很大的軍事壓力 中國大陸用軍事手段來戒選 所以全國一心全島一命 一定要 踴躍支持執政黨民進黨 他會不會面索到這樣的新聞呢 那國法部下午針對了這個 大陸發射衛星發布 國家級的警報 但事實上其實根據了 大陸表定的衛星發射的計劃 除了今天下午的發射行程 明天10號 11號 17號 20號 26號 通通都有衛星的發射計劃 分別要從甘肅的九泉基地 還有海南的文昌基地 甚至是黃海南海的發射船 發射衛星來升空 而在未來一個月的時間 大陸最少會有五次發射衛星的計劃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各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每日 每日都分享 吃火雖去